觀眾朋友晚安 我是劉芳慈 歡迎鎖定全球看民視 接下來30分鐘透過我們的鏡頭 帶你來走遍全世界 首先要來關心的是短影音平台App 抖音TikTok 一直以來有資安的疑慮之外呢 也會危害到兒少 那麼這個相關的討論一直是不少 那麼現在是不是整個TikTok 抖音快要被趕出美國了呢 昨天眾議院表決通過法案 要求中國的母公司字節跳動 要退出抖音國際版TikTok的經營 否則要在美國全面禁用 那麼下一步就會交給參議院來審議 白宮發言人也出面喊話說 參議院趕快採取行動通過法案 美國眾議院對抖音祭出重拳 以352票贊成 65票反對壓倒性票數通過法案 現中國母公司字節跳動 半年之內撤資切割抖音 否則就不能在美國繼續經營 TikTok是對我們的國安保障 因為它是由BiteDance 對中國共和民主黨派 中國的工作人員 經常接觸到這個資料 甚至是對TikTok的工作人員 兩黨議員難得有高度共識 接下來法院將進入參議院表決 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華納 和副主席盧比歐發表聯合聲明 承諾將攜手合作推動法案過關 但民主黨籍的多數黨領袖 舒默重申 不急於將法案提交參院審議 畢竟抖音在美國有1.7億用戶 反對法案的聲浪也不小 更不用說北京政府氣跳腳 指控美國霸凌 美國總統拜登先前就表態 只要法案通過他就簽 白宮也欲請參議院快點採取行動 根據調查美國將近六成青少年 每天滑抖音 30歲以下年輕人更有三成多 把抖音當作新聞來源 11月就是總統大選 抖音帶來的國安疑慮 政壇兩大黨都不敢等閒視之 民視新聞 綜合報導 中國被視為說對外是利用 Tip-Tip抖音來進行認知作戰 而對內事實上他們一直也相當有爭議 是粗暴的潛質言論 最近很多省發生了爆炸事件 其中這起是河北省三河市的商鋪 昨天的氣爆 引發了輿論的高度關注 當然中國的媒體記者也蜂擁 趕到現場來報導 但沒有想到好幾家的記者 是遭到了當地公安跟政府人員 粗暴的維穩攔阻拍攝 很罕見的是就連官方媒體 央視新聞的記者也被擋下來 那麼目前這起氣爆已經知道 造成7人不幸死亡 27人受傷 河北三河市的一家商鋪 13號早上驚傳氣爆炸回商店 建築搏擊附近商家造成重大傷亡 中國媒體得知消息 立刻蜂擁 趕往現場了解狀況 不過官媒記者許孟哲在採訪途中 竟突遭三河公安與地方政府人員包夾推擠 記者隨機在社群平台上公布畫面 並說算見識了一回滿横無理 不過這段影片火速被下架 許孟哲的賬號也已瞬間被消失 不過不止許孟哲 央視總台記者楊海玲 也在氣爆現場連線時遭到強勢阻攔 當地是在500米之外 是架起了一個安全的警戒線 那麼在這個現場呢 我們能夠看到 來自這個應急消防和公安的力量呢 也正在介入 當時在攝影棚的主播滿臉震驚 而畫面一出 中國網友也群起踏伐 同批當局連自己人都不放過 挖苦中國當局隱瞞真相 磕在骨子裡 敢發布真相 關你是誰 先維穩了再說 三河市當局14號則表示 是第一線人員溝通能力不佳 方式簡單粗暴 對記者進行強行勸離 三河市對此風波深感自責 對央視及記者表示歉意 秉視新聞綜合不達 SpaceX星艦火箭 預計台北時間今天晚上8點左右 會進行第三度的試射 那麼SpaceX也認為說 這回很有可能同樣會在高空當中爆炸 可是如果可以飛得比前老子更高更遠 同時在太空當中打開艙門 點燃一具引擎 那就算是達成一個新的里程碑了 SpaceX星艦在德州波卡契卡的星際基地 蓄勢待發等候稍後升空 這將是SpaceX一年內第三次試射 前兩次都以失敗告終 第一次在去年4月 當時起飛不到4分鐘就在空中自爆 去年11月再度嘗試的時候 飛行時間比第一次久 成功達到與推進器分離任務後 在離地面148公里處突然失聯 被迫啟動引爆裝置在高空炸開 前兩次試射 落點都射在夏威夷外海的太平洋 這次目標鎖定在印度洋 而且還將嘗試開啟艙門 並在太空中重新點燃其中一具引擎 SpaceX認為 在完成既定任務前爆炸的可能性很高 但每一次失敗都是一次學習的機會 可以為下次發射做改進 馬斯克本人曾表示 他預估搭載第一批人類之前 必須經過數百次無人發射任務才行 民視新聞綜合報導 鏡頭轉到日本 伊加利屬於駐日美軍的魚鷹運輸機 去年11月在日本九州一帶外海墜毀 造成機上人員全數罹難 那麼美方也針對部署在全球的上百架 魚鷹機發布了停飛命令 現在這個事故原因 都還沒有釐清跟公布 沒有想到美方最新就宣布說 魚鷹機現在都可以重新起飛了 好 配置在沖繩地區的魚鷹機 也在今天進行了升空訓練 好 這可讓沖繩的居民 既憤怒又擔憂 14日上午 部署在沖繩美軍 普天間基地的魚鷹機緩緩升空 再度飛翔在沖繩的天空 宣告長達三個多月的停飛令 正式結束 那哈市的住宅街 我們現在是在沖繩的情況下 去年11月一架隸屬 駐日美軍的魚鷹運輸機 在九州烏九島外海 發生墜機事故 造成機上8名美軍全數罹難 美方為了清查事故原因 一度命令部署全球各地的魚鷹機 全面停飛 直到3月上旬才宣布解禁 而沖繩地區在14日上午 共有兩架MV-22魚鷹機神空進行訓練 發出的巨大噪音 讓居民抱怨連連 我會哭了 我會想要辭職 我會想要辭職 我會想要打破 我會想要打破 雖說日本防衛省 允許國內部署的魚鷹機 在整備完畢後陸續付飛 但沖繩方面質疑 事故原因尚未釐清 美日政府就執意讓魚鷹機重回港位 但於是讓當地人民置身在危險中 日本官方則表示會持續與地方溝通 隨著台海緊張情勢不斷升高 具備高機動性的魚鷹機 成為日本西南海域防禦的重要關鍵之一 但魚鷹機不斷傳出各種大小事故 也成為各地最大擔憂 未來美日兩國如何靠實際行動 消滅地方對魚鷹機的不安 成為不可逃避的課題 民視新聞綜合報導 很多台灣人前往日本旅遊最大目的 是要進行品嘗各地美食 那麼業者也為此不斷推出各種奢華料理 來吸引觀光客 可是昂貴的價格也讓本地的日本居民 大呼吃不消 有人就提出說 其實這些店家可以考慮採取差別定價 也就是對本國人還有對外國遊客 收取不同的價格 好 可是也引發了不少爭議 新鮮肥嫩的生魚片 滋味鮮甜的海膽與鮭魚卵 讓人一吃就上癮 許多外國客來到日本 最大樂趣就是盡情享用各式海鮮美食 還有店家推出放入一整隻龍蝦的豪華味噌拉麵 即時定價一碗5500日元 約台幣1170元 外國客依舊屈之肉物 但本地人則是大呼吃不起 如果在日本的話 可能會不會出現 沒有錢 首先是我們工作人員 在範圍上吃不到餐廳的價格 餐飲店家為了吸引外國客 紛紛推出高價奢華料理 卻反讓本國人難以消費 因此有聲音認為 觀光景點可考慮推行 同樣商品對本國人和外國客 收取不同價格的差別定價制度 例如同一碗拉麵 日本人只需支付1000日元 但外國客則需要付出3000日元 在旅行、観光、餐廳、食堂等 生活的經費有增加 這應該也是最大的利益 另外一方面是 事实上如夏威夷或泰国的景点 也会对外国客收取较高入场费 用作维护软硬体等用途 但这样的差别定价 不只让外国客大喊不公平 店家也认为不妥 日本在疫情后涌入爆量海外游客 虽带来满满前潮 却让国内民众哀叹钱越来越薄 能否借着价格双轨制有所改善 未来还需要更多讨论 明示新闻综合报道 MLB美国职棒大联盟 下个星期要举行是首尔系列赛 包含大顾奖品 打笔修友等一线的秋星 都要出赛 赛前的表演 也是砸下重本 邀请的是南韩当红女团G-IDOL 来担任开场嘉宾 首尔系列赛主办单位 公布赛前表演阵容 第二天赛程将由当红女团G-IDOL 担任开场嘉宾 球迷歌迷都嗨翻 招牌歌曲Queen Car 红片全球 YT播放量已经突破3.1亿次 郑中台籍成员叶书华 拥有高人气 但近日他身体为样 缺席公开活动 如果首尔赛能够健康复出 也算另类打进大联盟 教室队主战内野手金合成成为宣传这次首尔赛的不二人选 球团还特地拍摄宣传片 不只融入朝鲜文化片段 金合成还换上秀有背号的传统服饰 向大联盟球迷介绍首尔 单纲开幕战主角的教士汉道琪 除了金合成之外 还坐拥打笔修 高佑琪 大股祥平 山本游身等亚洲球星 受到高度关注 首尔系列赛将在下个礼拜 20 21号登场 教士将推出打笔修担任开幕战先发 第二场到期则安排山本游身 大联盟例行赛初登板 满足亚洲球迷期待 民事新闻综合报导 提单消息继续来关心的是HBO 相隔四个赛季 我们最先要带来看到的是浦门中璇 再度闯进了女甲四强 这个月16号他们要对战的是 阳明高中 浦门中璇也将派出 非常强大的应援团 也就是学校的棒球队 气势磅礴的加油声中 宛如来到了日本的甲子园 他们是高雄佛光山浦门中学的棒球队 向来以独特的应援口号和歌曲著称 这首火龙果之歌是浦门中学棒球队的代表应援曲 也经常被其他球队改编 这次他们将带着这首超震撼的应援曲 北上位浦门高中女兰队助威 把原先是火龙果之歌嘛 就我们那个吃的水果火龙果之歌 然后一直到现在是变成教练的名字这样子 那我们到了女兰在这个帮他们去做加油的时候 我们也会喊出我们女兰的这个李教练 李宣教练的名字这样子 还有棒球队自创的搞怪应援 以前的学长一代代传下来 阿伯就是有时候在球场上就是发挥自己的创意 这套的交友方式对我们棒球队 有很大的提升士气的功能 我希望这个士气也可以帮女兰的带动气氛跟气势 112许年度HBL高中篮球甲级联赛 浦门高中女兰队魁为四个赛季 再度闯进四强决赛 一群传统校方将动员师傅和棒球队当加油团 而女兰国中队也将一同前往为学姐们加油 上场前球员们围成一圈念着心机 消除紧张情绪 休息时盘腿打坐冥想 这些都是浦门中学和其他球队不同的地方 在热血的运动之中 带着庄严的佛金 也成为球队的一大特色 民事新闻林素敏 陈子平 高雄时报道 美国男子亚利三大 从小罹患了小儿麻痹 无法自主呼吸 那么碍于当时技术尚未成熟 他只好住进了一个铁筒 俗称铁肺的医疗器材维生 他在里头一住就是七十几年 写下了金氏世界纪录 这个月11号 他不幸过世 享受78岁 长长铁筒把人完全包住 只露出一颗头 美国德州一名男子亚利三大 六岁的时候不幸罹患了小儿麻痹 以当时医疗技术 只能靠人工呼吸器铁肺来保住性命 透过金属筒内的气压变化 让肺部能够自主呼吸 全身上下 差不多剩下嘴巴能够动弹 吃饭喝水都必须要靠人照料 但靠嘴巴咬罐子 亚利山大还能够用键盘来打字 艰困了铁肺生活 一住就是七十几年 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人生 不仅进入德州大学法学院就读 考取律师执照 甚至把自身经历写成回忆录 让更多的人受到激励 亚利山大被金氏世界纪录认定 是在铁肺里面存活最久的人 十一号他以七十八岁的年纪 离开人世 让外界相当不舍 但他坚毅不拔的精神 将会永久存留在世人心中 民事新闻苏克兰综合报道 美国最北端的阿拉斯加州 举办狗拉学巧比赛 今年的冠军是三十七岁的老手 他从十八岁比赛比到现在 夺得了生涯 第六冠 欢呼声震耳欲聋 美国阿拉斯加举行第五十二届 长途竞速雪橇赛 历经九天 两小时又十六分钟激烈竞争 冠军出炉 冠军虽然是老手 但是今年赛事特别波折 他自己的雪橇队 在赛前训练阶段就跟雪地摩托车相撞受伤 只好改跟老爸借狗 开赛后不久又撞上迷路 对上一只狗严重受伤 还被大会罚停赛两小时 不过他急起直追 最终奇迹逆转 收下生涯第六冠 写下新纪录 不过遗憾的是 今年的比赛 有三队都发生狗狗丧命的意外 另外有五只狗 在赛前训练期间死亡 八只受伤 也使比赛再度受到 动保团体的质疑 别学的留言这种报道 不过有些狗 好像就没有像刚才这个雪橇犬一样 这么勤劳 我们带来看的是 美国维京亚洲这只牧羊犬 他非常喜欢睡懒觉 主人用尽风法 都没有办法把他照起来 不过这个整个过程 也是相当的逗趣 破到网路上 引发了很多的网友共鸣 太阳晒屁股 狗狗却睡眼惺忪 七岁的大白熊犬 甜甜圈在农场上大夜班 负责看守十五只羊 下了班的甜甜圈 永远处在爱困模式 主人为了叫醒他 用尽千方百计 主人帮他按摩 叫他伸懒腰 甚至祭出甜甜圈 食物诱惑 全都没有用 逗趣影片 PO上网路 马上引来 赖床同温层 热烈回响 就连甜甜圈 清醒走在草地上散步 都被主人当成珍贵画面 用手机录下来 只能说松软的干草堆 对他来说就像床铺一样 吸引力实在太大 民事新闻苏核安综合报导 最新的国际气象 我们接着把时间交给AI主播闽西 哈喽 大家晚安 我是民事AI主播 敏西 最近又有天文奇景来报道 最明亮的周期彗星之一 庞氏 布鲁克斯彗星 睽違71年再度现身回归 目前它的亮度约5等 而且还在逐渐增量中 台北天文馆建议 3月中旬至4月上旬天黑后 在无光害的地方 以双瞳望远近 就有可能看见续状的彗法 甚至彗尾 接下来 来看今天的国际气象相关消息 美国新寒布夏州沿岸小镇 整个住宅区泡在水里 淹水达半层楼高 这已经是新寒布夏州 今年第二次遭遇洪水侵袭 1月时的暴风雨 当时淹水高达4公尺 居民们这次沿阵以待 许多人已经紧急撤离 现在来看国际主要城市的温度 东京 大阪 首尔 最低四度最高17度 新加坡 雅加达 河内 最低19度最高33度 吉隆坡 马尼拉 新德里 最低16度最高36度 纽约 洛杉矶 芝加哥 最低四度最高21度 伦敦 巴黎 莫斯科 最低-3度最高16度 其他最新国内外消息 请大家持续锁定民事新闻 我是闽西 接下来把现场交给主播 我是刘方慈 感谢您今天的收听 也请持续收听我们各节podcast 带给您最新最及时的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